通脹越高 通脹越高 其實應該對金系有幫助 但這就是書本上的說法 實際來說 我們看過去的歷史 其實金價和通脹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割測關係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有通脹去買金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操作 也沒有一個很合理的基礎的操作 除非你會覺得這個通脹 是惡性到控制不到 而引發到經濟可能崩潰 其實不是因為通脹而買金 而是因為避險而買金 所以這裡大家要小心點去衡量 而且尤其在現在的貨幣環境 當你通脹真的來的時候 其實聯儲局真的有很大的空間 政策的工具 政策的空間去加息去收稅 所以其實不會再出現好像1980年的時間 那時候那個金價突然之間 超級淘金 對 暴升 從200元升到800元的情況 我覺得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所以就不要這樣想了 如果有通脹去買金 其實那個植博率其實真的不高 反而你看回真正正的債息的水平 又或者是美元的水平 其實那樣東西才是更加重要 就是它跟金價相關性的相關性 才是更加高的 最近就看到你剛才說的兩樣因素 都不利黃金 因為美元雖然多次向上破 就不是很利落 但也曾經在6月的時候上回92 現在剛才下午我看到 就比較迫近92 然後你美國十年債息 又上回一個星期高位 上個星期五就一爆爆穿 1.54左右的水平 看出在世上黃金 都是短期內還要回多一點嗎 一般的 我覺得回到3、4月的時候那個低位 有些便宜的買 80那些位 那個可能性我覺得是比較高的 我覺得聯儲局 雖然伯威爾是經常說 加息不會那麼快 但收水可以很快 他經常強調是沒有那麼快加息 他沒有說他不收水 當你一收水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債息開始抽 那你不僅是10年債息抽 你現在看到他怕收水的時候 短債的息都開始慢慢慢慢地抽上來 如果說他真的收水的時候 其實那個美金可以再升一層 譬如上到93、93.5 那金落回去 即有藉口落 是的 其實我覺得也很合理 其實很坦白說 現在市場對金的興趣 不是真的那麼大 我反而覺得 因為4月那時候 沖了一層 大家那時候熱烈討論 這一層是否可以挑戰上次那些高位 那不是討論了一段時間嗎 討論了一段時間 但那一層其實很主要是美金藥 是的 如果不是美金藥的話 其實他連這一層都未必有力 而且那時候通脹預期 每天都會說 你浪費氣了 我也是說一句 通脹是沒有用的 你不可以因為有通脹而買金 現在太多其他的選擇 即是低位那時候 3、4月那些位置 彈上來差不多十幾個百分比 然後那位回落大概8個百分比 是未夠的 有機會是直接 會不會要穿回3、4月那些低位 那又不會住的 那又不會住的 因為暫時都可以下一個範圍 1680其實還可以 應該守得住的 除非你說見到美金上去95、600 但我又覺得暫時又未必 還未加息嗎 還可以說 還未去到 等一等 可以遲些再下 OK